我自己在豬山鎮旁邊住了大概五年 我發現我騎腳踏車沒有辦法直接到 花國那邊很多人 可是這些人呢 他沒有辦法跨橋到建南來 也很難去逛市民的夜市 為什麼我們在捷運的周邊 我們有這麼漂亮的一條高架的捷運線 不是我們的底下 不是停車就是混量 然後其實不太會有市民在這邊活動 那市長就為了移住他說 那政壇接下來怎麼辦 可是如果大家有去過南京西路的周山捷運站 就可以發現我們只是搞了一個現行公園 然後讓旁邊的山村整個發展起來 那所以我們市長就開始從京東山開始做 做到雙圓站 做到圓山捷運站 那改造以後的對旁邊的居民 包括房價 包括路市更新 包括很多商圈 它其實都產生了一些值的變化 花博 圓山或市的力量連結 可以讓花博的人可以散步騎車到市民來 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從台北車站 騎腳踏車走路 可以散步到圓山 甚至可以跨國橋散步到建南 那從建南 有不可能在騎著腳踏車 一直騎到北口 不用再去走 和平公園也可以在台北市 很悠閒的騎著腳踏車往邊走 那邊的想法就是我們的捷運 要過這個河不是那麼容易 從那邊談過愛之後就發現 對 從建南開始適領 然後永遠下去的枝山 其實跨過來到北投的民德 其實這邊幾乎是沒有辦法通 所以港旗內先從山北船兩站 跟著捷運是一直往北走 一直走到北投 北投站 然後走到關獨站 這支塔叫做陸廣島 底下能夠再做一些現行的改造 所以這次我們有做了很大的構成 打開市民 打開建堂 打開智商 像北投站 今天不是有小小的流環嗎 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大的廣場 但是整個廣場就可以成為我們市民休閒運動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有市集 又有其他的能夠供大家活動的場域 我們希望能夠改造成社區之外的 因為現在今年7月 市政府公布了一個TOE的計畫 就是在捷運站 周邊500公尺 我們可以再增加所謂的容積率 增加加速這個區域的更新 我們的目標是把捷運站打開 跟商圈做個互動 到附近提供更好的生活機能 跟著捷運站的發展 就一起往上走 我們再加速的交接 我們這個公布 我們有去幾乎